洪麗麗 妳今天跟我管理這間館這麼久 我只管妳兩天 怎麼會很久 是說妳已經搖兩天了 為什麼妳的臉 要一整天那麼豐富 辛苦也不少 還有那樣的開來 在那裡幫我忙 看來又怪妳幾天 也是沒問題 麗麗 寶娜 妳把我管在這間館 我出去了一定把妳交給我死 妳的小婭婦 不好意思 寶娜如果是跟她把我卡住 妳爸爸就不用想要我 寶娜是妳 我已經問我爸安全洗手 就是妳的一個好婆 我拜託妳 怎麼樣 現在想是顏繩 妳的拜託妳不要對我發脾氣 好好交給我好不好 爸 田嶺 其實今天妳的寶娜來 是為了我的事 我知道妳已經不相信 現在的我 是顏繩的靈魂 蝴蝶麗靈心胸 甚至又認為 是麗靈的優貸田嶺 包括在這門做完的時候 妳也證明在那邊賞我 所以我才會請寶娜來做靈魂 因為她是 我不會附在麗靈心胸的時候 有她看到我的人 雖然我也沒辦法這樣做 但是我沒想要做生靈的困擾 如果寶娜能夠靈魂 我是顏繩 田嶺也沒辦法這麼想我 我的離開去倒台 頂寶就麻煩您照顧 其實妳真的沒辦法這樣做 當然也需要 因為我沒想到 還幾個這麼痛苦 雖然妳在我的生活邊 但是妳的心裡我很憤怒 我跟我的離開 這樣妳就背這麼頂緣了 我去跟寶娜討論一下 要怎麼記名我的身分 您等我一下 我幫妳傳遣訊好幾個 趕緊 但是妳把我把雙腳撞給她 你… 大姐 什麼 還要有靈性 一心肯定有危险策略 到底把我伯父送去逃避 但是希望 我王大叔的新殿图 还继续跳下去 你就够买了吗 那是袁氏还想要比较 我天天阿深相信我是袁氏 但是今天我就送王大叔 去跟袁氏做伴 黄莉莉 你击笑不如 黄莉莉 黄莉莉 妳告訴我 黄莉莉莉 我往她陪伴 我有去補充我爸的姓名 我今晚這樣做 黄莉莉 她說的都是真的 莉莉就是袁氏 康珍 可能我有灵体的关系 所以我有些灵度的能力 妳如说 可以我的电池濕一濕一濕 也可以打电池 我现在就送给妳們看 好 所以妳真的是顏熙 是 我就是顏熙 不可能 這不可能 世間哪有可能 有靈魂 靈魂附身的這種事情 不然我再說一些 只有我們兩個人知道的事情 讓妳聽好嗎 自己的手錶 是在我的新婚職業三年 不過我送的不是手錶 是我的老爸四郎 是妳給我重心 所以重心要我 和我的老爸四郎 都給妳 不過我是對的 所以我會這麼好時間 停在報仇 和新的熱門 自己的手錶 是我在新婚職業三年 我送的不是手錶 是我的老爸四郎 是妳給我重心 所以重心的我 還有我的老爸四郎 都夠好你 這麼好 老爸四郎 才會讓我們兩個人的時間 停在報仇發聲的時空 是嗎 不然 你懷孕 這件事我沒有跟其他人說過 就只有我跟厭世的知道而已 淺丁 跟我說你還是不相信我 那天我又問你做一個問題 從說你有知道要回答我 我就相信說你是厭世 喝了從說我們兩個人雞肝 你只要看到我的愛心 你就知道了 沒關係 你問 淺丁 我告訴你 我相信你現在還沒這麼說的 你最愛我現在的家 因為你說 雖然我現在很輕 但是你所謂能感受到 我好愛你現在 不是 偏顆的 such unex sigma 就代表你還是能不能相信你 但是為了你跟丁寶的未來 你還是要把我的功夫來 妳說我最愛一年的嘴巴 雖然我已經很了不起 但是妳能夠感受到 我愛得很輕 我愛得很輕 原來是妳萬一傷心嗎 妳是原心 原心也不會 我已經很傷心了 老公 我帶妳的擁抱但很久了 我還沒想要離開妳 好 好 鄉依依 鄉依依你現在在床底的森林 你還要照顏色的紅色 不要一樣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王當主幫忙 王顏色 您爸爸我已經送去便宜了 他說他的狀況很穩定 你不用擔憂 婷子 妳先去問他 在什麼時候才願意跟我們爸幫忙 你在什麼時候 再跟王當主幫忙 敢說要等到那個田中 叫我們小孩子 我還沒這麼難心 想不到妳帶我想到這麼多 這個建議不錯 我如果是要小孩子 要先請阿伯來參加我的婚禮 對 洪麗麗 我這個時候都沒看到過 才像妳 這妳不見小孩子的媳婦 妳今天老孫說我拿妳不發心 好 既然妳這麼愛做鬼 不然我看她就這樣 我在這裡幫妳打好事 趁妳去做鬼 趁妳站在這裡雞小 妳怕 麵娜是敢把我靠著 我媽最少年紀的爸爸很長 寶娜 我媽現在在她的家裡 妳不要衝浮 妳說 妳跟她說 妳要什麼要求 我都答應她 只要她說的算話 我媽就是出什麼事 這雕小 我一定會承諾 她是說 她願意配合妳所有的要求 只要妳說話算話 靠著王當主平安沒事 不然妳換來的時候 會讓妳保難 靈敵 妳死掉了也一樣 給我嚴死 救死 嚴死 妳放心 畢竟阿伯也對我不錯 我也沒想要上海醫 妳就跟這位李寶女 別再會破壞我跟田中的幸福 阿伯自然會冰冰安安 妳怎麼說什麼 妳跟田中的幸福 對 田中現在是很舒服 不對 不過 那是為 她替妳當作是嚴死 那現在 雖然在田中的人 但是田中愛 根本就是妳 有人 為了要求人家的王子 講完一世人 要做嚴死的替心 真的是 對 妳跟田中 妳如果是跟我後白說 有什麼想法 還是海外的事讓人聽不懂 阿伯這條名 就算在妳的頭上 妳不行 妳就繼續說 妳如果說 我會怕 我說妳不記得 我還有一個 小三可心的畫畫 好 阿伯 不要再把她撞回妳的房子 妳跟黃麗玲說 叫她每天照三檔 替妳報告我們爸的總共 讓我們知道我們爸是平安的 不然我們爸如果有什麼事 我就直接欺負她的假面子 妳怎麼聽到 妳怎麼聽到 彥姓在跟妳說話 她說 從現在開始 請她每天照三檔 向我報告 黃當叔的總共 那是黃當叔 讓她失格差 如果妳這次 极鬼极怪的暖情 幫忙 我知道 黃當叔是我的護身符 我會跟她照顧得很好 彥姓 妳就不用擔心了